美农地震的重灾区是台南永康的围冠金龙大楼 今天是搜救第五天 不仅全球慈禁人齐心为台南祈福 搜救队员和协助救灾的国君弟兄 他们轮番上阵 心力交瘁 但也不放弃希望 这些上人今天志工早会提到 慈禁医疗团队带领心灵滋伤师 复卫国君 就是要拥抱他们 复卫他们 也让家属能够安心 期盼这场噩梦快快平息 为了抢救台南围冠大楼的受灾居民 国君弟兄这几天以来 已经投入超过一万兵力 而灾难现场的画面 总让他们心情难以平复 大林慈禧医院院长 因此带领心理资商师 与慈禧之工一同前进台南 协助进行灾后的心灵重建 现场的被困的我们呢 很不忍一直的很虔诚期待 他们能被救出来 这一场的噩梦呢 能快快平息过去 外面的 外围的 救人的人 还有家属的都需要呢 有人靠近伸出双手 拥抱了他们 忽畏了他们 同样遭受强烈地震影响的尼泊尔 得知台南这次地震的灾情后 尼泊尔的慈禧之工 也纷纷走入帐篷区 邀请大众点亮莲花灯 一同为台南祈福 台湾同胞的爱 他们现在呢 也要回馈啊 要用什么回馈 用诚恳的心 虔诚的心 全球人人都有这样 虔诚为台湾祈祷 这一念心能共振起来 应该呢 对台湾是很大的祝福 年节期间 全球慈禧之工 汇聚一念祈福的心 虔诚祈求台南顺利度过 这次劫难 也祈求新的一年 天下无灾 大海新闻杨洁庭 温国家华联报导 大海新闻杨洁庭